我们上一期讲到九二海战 还有陀江舰的故事 其实不少网友都敲碗说要讲 国共的海上交锋 除了上一期之外 还有没有可以分享的 或者要过年了 你继续来一点重口味 重贤海军 要说民国海军绝对离不开降音 抗战的时候海军曾在这边制成 1949年4月 海军也在这边演出了降音突围 替国民政府保留了部分海军的元气 所以就先来说一下 非常重要的降音要塞 因为那个时候解放军渡长江 自己的重炮却熄火 要不然就是把炮弹打到国军的阵地上面 这一起最著名的倒戈事件 一开始流传的是 要塞施定戴伦关 他被500条的环金给收买 战送了江南半壁江山 后来慢慢的解密 现在大陆有更多的资料出来 大家就知道了说 那个时候是中共地下党策动占领 戴伦关其实并没有真正的叛变 至于在台湾方面 有一位金国剑伯伯 他那个时候是江英要塞司令部请报官 在1949年4月21日天大亮了之后 他还打电话给戴伦关 想了解怎么一回事 怎么都没有任何的行动 结果他电话摇了10分钟 那个时候电话都是用摇的 就是摇10分钟 好不容易接通 然后话筒那边就直接劈头跟他讲说 我们解放军已经接收了 电话是另外是解放军接的 不是戴伦关 金国剑伯伯后来从江英要塞逃了出来 根据他的说法 戴伦关如果要叛变的话 那个时候不会整个晚上 看起来是困在司令部里面 就是手规部 对于金伯伯的说法 我其实一直都觉得 江英要塞那么快的丢 其实身为司令的戴伦关 当然一定有他的责任 可是说丢掉半壁江山这种大帽子 其实就比较值得删却 主要就是大陆全部都丢了 总是需要有人被罪责 所以他就变成戴罪羔羊 我觉得刚刚这段其实曲折蛮离奇 因为一开始你是讲说重炮熄火 要不然就是炮弹又打到国军的阵地 这当中到底是什么样的转折 我们先讲一下江英要塞 他的这个特点 他是位在南京上海的中间 在地处长江南岸 这一段的江面其实是特别的狭窄 只有1500公尺宽 所以有江环门户的称呼 他这里是以环山为中轴 不是那个很有名的环山 是他这边的山就真的就叫环山 是为中轴 那西边有军山 东边是长山 山座大概三四百米高的山丘 就联为一体 整个要塞都有非常环育的攻势 来边有一个炮兵总台 配备的重炮等等 大概有60多门 另外还有一个加强步兵团的守备总队 也有大概36门左右的火炮 另外也有游动炮兵团 这是属于机动的 还有什么工兵营等等 总兵力大概是1万多人 三大战役结束之后 江鹰要塞被赋予的任务 其实很简单 就是当副张家港到环田港60里的江坊 另外他还必须要用火炮来支援江鹰对面 位在江北八一港桥头堡 那个时候国军还在那边有一个21军的1450驻扎在那里 你说江鹰要塞那一段 他的江面是狭窄的 然后又有重炮的火力支援 其实这样是非常好防守的 他的防守应该算是用固若金汤来形容是可以的 那个时候他们是这么的认为 我们讲一个小插曲 就是金国建伯伯 他说他们有一位主官在4月18日去南京开会 本来预定的会议期间是来回大概是要一个礼拜 结果20日就回来了 金伯伯看到了 好奇说怎么那么快回来 结果主官就开玩笑说 你没看到报纸吗 这个明天是4月21日共军说要渡残江 我是特别赶快来欢迎他们的 这个讲完以后大家就哈哈大笑 因为他们都认为说 解放军没有重炮 没有海军 没有空军 不太可能从降硬来渡江 这一段可以感觉出来 他们是非常的有自信 不过我们知道前面老谈其实也有大概讲到 后面的发展不是这样子 为什么会出现这样的落差 整个事情还是要从1947年10月说起 因为我们之前提到南麻战役 还有阳三级战役之后 刘邓的军队进入了大别山 解放军在整个战略上取得了主动权 开始会渡过残江做布局 所以他们那个时候准备是利用统战的关系 对国军的各个部队进行策访 那因为江英要塞的火力非常的凶猛 所以就把它列为重点 台北传记文学 早年出版过一本书叫做 中共地下党现行记 里面就是有两篇关于江英要塞的文章 其中有一篇是当事人谭炳玉所写的 他是反普16旗公兵科 他的四哥是谭炳玲 二哥是早就加入共产党的谭军照 看战胜利以后 谭军照要两个弟弟留在国军里面 就是找机会打入孔庆会 做司令的江英炮台 而他们又先后把国防部第一厅善效参谋吴广文 陆军总部军械处的副处长王德荣 陆军总部兵工处三科科长梅寒张等人 一起通通都先后变成共产党 这段关系很复杂 我们还是以戴隆关为主走 比较容易搞得清楚 总之呢 要在司令狂庆会是在1948年5月请辞 有六个人要争取这个位置 那个时候戴隆关是陆军总部兵工处少将处长 他也是其中的人选之一 结果因为他以谭炳玉谭炳凌兄弟 其实是关系很好 所以中共地下党就倾向让他来接任 于是谭炳凌就想办法从江英农民银行 领了价值30两半斤的经费 交给戴隆关去作为活动经费 就取得了信任 那同时呢 谭炳玉又安排了他所拉拢的吴广文啊 梅寒站啊等等 透过了很多关系 让保健民策把戴隆关排到第一位 蒋介石批公文的时候呢 一看到他在第一位就选定了戴隆关 经过面试 戴隆关就走马上任 于是就让谭炳玉晋升为炮兵总台的台长 另外呢 之前被谭炳玉还有谭炳玉兄弟游说 加入共产党的王德荣就变成是由动跑台的台长 吴广文就担任守备队的队长 反正就是大家全部通通都把几个最重要的位置都占据了 这就跟绑粽子一样 我一拉起来好大一串 但重点就是这么大一串这么多人 然后国军一点消息都没有吗 汤恩伯那个时候曾经跟美国顾问 曾经去视察 结果没有看出任何的问题 在将要在21日的前三天 就是18号 李延年那个时候也跟美军的官员去看 也没有看出任何的异传 因为呢 谭炳玉 谭炳玲兄弟呢 其实他们的准备工作是做得很好 所以让大家都感觉不出任何的问题 比如像谭炳玉 他自己还写说他在1949年2月 那个时候他参加了国防部的一次作战会议 还还曾经取得了 残江兵环兵力部署和作战方案要图 就是把这份绝密的资料后来也交了出去 所以他拿到了这份机密的情报里面 是江防兵力部署 这样根本没办法打 我们听到这种事 所以有时候很多人都会用一个 比较道德的角度来看 最坚强的堡垒必须要从内部攻破 大家都知道 战争本来就是追求胜利 所以面对这种事情 要想的是说 为什么当时自己会出问题 而不是先急着用道德的角度来做评断 总之呢 在1949年4月20日 国共两党的核坛 当然就是破裂了 戴荣官呢 他就接到了第一绥靖区的司令 丁志盘的命令 就是要求准备作战 那他就立刻去大车上的环山炮台 做正指挥 入业之后呢 国军21军145是留在江北的 那个时候遭到的炮火袭击 于是就要求江英要塞 要用火炮来支援 他丁凌接到电话以后呢 命令环山炮台的火炮 把那个射程缩减400公尺 使炮弹落在145是的阵地上面 结果呢 打了那个司长呢 在爆发局里面呢 就大骂混蛋 怎么会这样子打 要求停止射击 这些对话呢 被在江北的三野士兵团的司令员叶辉 他知道了以后呢 就很高兴的说 时间已经到了 可以出发了 解放军的渡江战役发起 要塞的炮弹呢 就落在了左边的 21军的阵地上面 打了军长王克郡呢 这么疑心说 是不是蒋介石的嫡系完牌军 第54军的第八师 他们的阵地出了问题 那我们一开始节目 有提到一位金伯伯 他就是参与到这一段战役 对对对 他说他们是在1949年 4月21日零时30分 他听到了 长江北岸传来的 重机枪的声音 而且有稀疏的炮声 在三点的时候呢 通报司令戴隆关 说三千条牧船 已经离开了长江北岸 清晨五点半的时候呢 金伯伯的长官呢 打电话给戴隆关 说牧船已经离南岸很近 可以开炮 戴隆关就会说 马上下令发射 可是呢 他们都没有听到炮声 大家都在很纳闷 听大亮之后呢 电话都断了 他不死心 就咬了十多分钟的电话 后来呢 总算有人接了 就说 请司令来接电话 对方说 我们解放局已经接受了 他再问 还是一样的答案 电话全部就断了 我必须说还好 你有这位金伯伯的这段论述 要不然我真的会觉得你在看小说 你知道吗 我们解放局已经接了 真的非常像戏剧的桥段 因为江英要塞陷落的太快 太离奇 那个时候的戴总统是李忠仁 他在回忆里面说 在三四月的时候 我得到的情报是说 江英要塞司令戴隆关 已经秘密的跟共军接触 预备在渡江的时候叛变响应 他特别为了这件事 跟参谋总长顾助统商讨 顾助统认为说流眼不可信 整知道 到了四月二十一日 共军渡江的时候 戴隆关果然叛变 又讲了一堆说 戴隆关不可能 只是为了五百条的环金搞叛变 可能是因为大事已去 才这样子做 因为李忠仁这么一说 戴隆关被戴上的帽子 一戴上去就摘不下来 请不吝点赞 订阅 转发 打赏支持明镜与点点栏目